来自南方都市宝宝宝 来自黑龙江鹤岗的男孩中美美 因模仿老师一度引发关注 近日其大部分模仿老师的视频被删除 有人称她遭到教育部门约谈 6月5号下午 中美美本人发布短视频 再否认约谈一事 她表示感谢网友支持 希望大家以正确的观念 看待这件事不要被带偏 发布约两项时候 该视频被删除 此前中美美班主任也对媒体表示 学校没有约谈 自己主要是对中美美进行心理疏导 担心日后热度下降 孩子会有很大落差 此后也会尽量创造机会 让孩子展示自己